这一次的空难让不少家庭心碎 但是也有热心助人的人不少 住在这个嘉义的关文杰呢 在16年前大员空难当中痛失了五名至亲 而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在脸书上po文 对这一次澎湖空难的家属提出了四点的建议 希望他们在哀痛之余也别忘了维护应有的权利 澎湖空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每发现一个消息就让家属揪心一次 只是伤心难过之余 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我看了新闻报道真的是乱抄抄 包括离难者的家属 离难者的家属在现场没有头绪也找不到人 他是1998年大员空难离难家属总代表 看到这一次空难的状况热心的在脸书上po文 提醒离难家属四个重点 一定要组成离难家属组织 也要知道航空公司统一联络的地点 家属间要保持联络 以免航空公司有差别待遇 如果有无法执任的大体 也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统一设立纪念碑 每一个离难者他们会派一个就是员工 当时他们对我 对我也有给我暗示 要给我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过来人用切身经验来提醒 只是希望离难者家属能打起精神 争取权益 记者